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一同探索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动态 从香港到以色列再到房地产市场的大手笔交易 这些故事彰显了全球经济版图的动态变化 首先让我们看看香港交易所如何积极拓展 其在新金市场的影响力 特别是转向沙特阿拉伯和印尼的公司 揭助我们将关注以色列央行如何在加沙战争和博房开支激增的背景下 选择保持利率不变以保护谢克尔币的稳定 最后不要错过黑石集团在房地产市场上的重大投资 这显示了其对市场底部的判断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一些引人注目的商界动态 从Alang Musk的Tesl机器人出租车计划 到西班牙终止对房地产投资者的黄金签证计划 再到Excentra坚持其拖延宫廷和包容政策的故事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商业世界的多样性 也反映了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最后我们将探讨在当今快节奏 技术驱动的零售环境中 查尔币公司如何采取创新措施 以减少盗窃和提升顾客体验 以及瑞士法郎和英国公司成为收购目标 等金融市场的趋势 这些趋势和变化反映出 无论是零售业还是金融市场 技术创新和市场动态都在不断演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跟随我们深入了解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 掌握全球金融市场的脉动 在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变化的当下 各地的企业和投资者都在寻找新的机遇和挑战 从香港到以色列再到跨国的大型收购案 这些故事彰显了全球经济版图的动态变化 首先香港交易所HKEX正积极拓展其在星星市场的影响力 特别是将目光转向了沙特阿拉伯和印尼的公司 据南华早报报道 HKEX在去年将沙特交易所和亚加达证券交易所 列为认可交易所 让在这两个场所交易的公司 可以考虑在香港进行二次上市 是HKEX失去了一些来自中国大陆潜在的 首次公开募股IPO后 希望能扩大其在新兴市场的吸引力 HKEX CEO光临-Chanyiding表示 有些公司需要先在自己的本土市场上市 然后才能追求海外上市 面对加沙战争和国防开支的激增 以色列央行选择保持利率不变 以保护谢克尔币的稳定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B的稳定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以色列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 在连续第二次会议上保持关键利率为四 这一分析师预测的25个基点降息不同 尽管通胀率处于央行的目标范围内 但政府为资助冲突所增加的开支和借贷 导致通胀预期上升 央行对财政政策表示担忧 认为它将在决定货币政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战争后的经济复苏不均 一些行业仍然受到影响 在另一个层面上 全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Blackstone 在房地产市场上进行了一次重大投资 两名为其对房地产市场底部的判断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黑石同意以大约100亿美元收购公寓 收入房地产投资信托 这一交易显示出 黑石认为当前是投资房产的好时机 因为商业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正在下跌 这次收购紧随黑石 今年早些时候 以35亿美元收购 单家庭住宅地产公司Trican的协议之后 黑石总裁张规表示 公司相信房地产价值正在触底 这三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 全球金融市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HKEX寻求在新京市场拓展影响力 到以色列央行在战争之初激增下 保持稳定的货币政策 再到黑石集团在房地产市场的大手笔投资 这些动作不仅反映了全球经济的即时状态 也预示着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企业寻求跨国上市 以扩大其市场影响力 还是金融机构在宏观经济压力下 做出策略调整 亦或是投资公司在市场逼迷时期寻找机会 这些都是全球经济交织复杂性的生动力震 在最近的商界动态中 几则引人注目的报道 吸引了公众的目光 从Elon Musk试图以Tesla的新概念 机器人出租车来挽救其股价的下滑 到西班牙终止对房地产投资者的黄金签证计划 再到Accentra坚持其特源公平和包容政策的故事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商业世界的多样性 也反映了其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Elon Musk试图通过预告一款新产品 Tesla机器人出租车来转移人们 对Tesla第一季度令人失望的业绩的注意力 Musk宣布将在8月份揭晓这款产品 但投资者对于Musk在自动驾驶车辆方面 过去的过度承诺以及他的产品公告有所警惕 分析师们已经警告投资者要抑制他们的热情 对这些炒作持保留态度 同样来自彭博社的利益则报道 西班牙首相Pedro Sanchai宣布 该国将终止其黄金签证计划 该计划允许外国人通过投资超过50万欧元 约541 200美元购买房产来获得居留权 这一决定是在一份报告揭示 94%的黄金签证是为了房产投资后做出的 政府将在周二的内阁会议上讨论此事 美联市的报道则带来了一个 关于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政策的故事 Accenture的全球包容性和多样性高级战 顾问Nenley Guerrero分享了她40年来 致力于解决种族主义和为Accenture 带来变革的经历 尽管面临保守派对DEI政策的法律挑战 Accenture仍坚持其目标 Guerrero回忆到她在1986年加入Accenture的前身时 因种族主义而被嘲笑、羞辱、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 Accenture设定了有关种族和性别代表性的目标 包括到2025年将其美国员工的西班牙裔比例 从9.5%提高到13% 以及将美国管理董事中的西班牙裔比例 从3.5%提高到4.7% 这些报道不仅展示了商业世界的动态与多样性 还凸显了企业在追求创新、适应政策变化 以及实施多元化和包容性策略时面临的挑战 无论是Tesla的机器人出租车计划 还是西班牙终止黄金签证计划 亦或是Accenture在GII方面的坚持 都体现了在当今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中 企业需要不断适应和创新 以维持其竞争力和社会责任 在当今快节奏、技术驱动的零售环境中 Tardet同事正采取创新措施 以减少盗窃和提升顾客体验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Tardet正在自助结账站点 引入一种名为True Scan的技术 这项技术能够检测到 当购物者未扫描商品时 并通过音频和视觉提示提醒顾客 Tardet期望通过使用True Scan技术 来减少盗窃和商品短缺的情况 此外 该零售商在3月份宣布了 在自助结账站点购买商品的数量限制为实践 并计划增加更多 由员工操作的传统结账通道 美国的其他零售商 独Dollar General和Kroger也对自助结账技术进行了改进 以减少盗窃 在金融市场方面 彭博社报道指出 对瑞士法郎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对冲基金开始压住 瑞士法郎将会反弹 在经历了几周 对瑞士法郎的空头压住之后 杠杆投资者自1月底以来首次转向作多 根据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的数据 这一转变发生在对瑞士法郎的空头压住 达到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之后 瑞士国家银行上月意外降息 并表示不再支持该货币后 瑞士法郎大幅下跌 这一举措可能为瑞士法郎提供一定的支持 如果欧洲央行本周稍后释出鸽派信号 瑞士法郎可能还会得到进一步的提振 此外根据彭博社在3月进行的一项非正式调查 由于估值处于历史低点 英国公司今年可能成为收购的热门目标 这项调查涵盖了18个风险套利交易平台 交易员和分析师 FDSC350指数与MFCI世界指数相比 创纪录的45%折扣率 吸引了寻求便宜货的投资者 而小型公司由于其低估值也颇具吸引力 已有14宗对市值至少为1亿英镑 约000006亿美元的英国公司的收购提议 这些趋势和变化反映出 无论是零售业还是金融市场 技术创新和市场动态都在不断演进 从查尔电采用新技术以减少盗窃 到对瑞士法郎的投资策略调整 再到英国公司成为收购目标 这些变化都在塑造住 当前和未来的商业景观 对于投资者和企业而言 保持灵活和适应性 将是应对这些变化的关键 在全球科技与经济版图迅速演变之际 各国正积极投资于关键技术领域 以确保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从美国政府对台湾 和机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的巨额资金支持 到法拉利加速起变动超级跑车的研发 再到以色列央行面对经济前景不明 所做出的利率决策 这些事件均凸显了全球范围内 对于创新与经济稳定的追求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政府已同意授予TSMC 高达116亿美元的补助和贷款 以支持该公司在亚利桑那州 建设三座晶片工厂 这笔资金将支持超过650亿美元的投资 预计这些工厂将于2025年和2028年开始生产 此举将是TSMC能够在凤凰城建造第三座工厂 该工厂将依赖于2纳米制成技术 并预计在本世纪末之前投入运营 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表示 2纳米晶片对于新兴技术和军事应用至关重要 这显示了美国政府对于确保 关键技术供应链安全的坚定承诺 同时彭博社也报道了法拉利开设新的电池实验室 以加速其首款全电动超级跑车的研发 这家被称为SELFWAB的研究中心 将专注于锂电池单元的研究 涉及固态电池、快速充电、热充电、热充电 以及电池安全和性能等领域 该实验室由波隆纳大学的科学家领导 将使法拉利能够与其电池供应商和技术合作伙伴 Nexby半导体合作以提高电池性能 随助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最近推出高性能电动车 挑战法拉利和兰国基尼电动超级跑车市场的竞争 日益加剧 在另一方面 彭博社提及以色列央行 面对着一个艰难的利率决策 由于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日益紧张的局势 对通货膨胀前景和经济稳定造成了影响 分析师们对于以色列央行 是降息以刺激经济 还是保持利率不便 以保护谢克尔币存在分歧 多数经济学家预测 基准利率将保持在4.5% 而其他人则预计将有25个基点的降息至4 这一决策体现了以色列央行 在经济前景不确定性下的谨慎立场 综合上述报道不难看出 无论是在半导体制造 电动车研发 还是货币政策制定上 全球都在积极寻求创新与稳定的平衡 这些努力不仅将塑造各自国家的未来发展 也将影响全球经济与技术格局的变化 在今日的全球金融市场中 巨头公司的统治地位正迅速上升 引发了人们对于投资多样化的担忧 据金融时报报道 全球股票市场的集中度 已达数十年来的最高水平 在MSCI全球指数中 最大的10家股票 现在占据了基准的19.5% 相比2016年的不到9%大幅上升 在MSCI世界指数中 这十大股票 现在占据了总市值的21 这些全球巨头的增长 对那些寻求巨头的增长 对那些寻求通过指数跟踪工具 如意替此实现多样化投资的投资者 构成了风险 在另一边 法国付费电视运营商Canel 正准备通过收购南非广播公司 Moli Choice来增强其吸引力 如路透社报道 Canel已提出19亿美元购买Multi Choice的提议 这一举动预计将在其即将到来的 首次公开募股IPO前提升其吸引力 该交易的成本比Multi Choice 在2月份首次收到报价时的交易价格 高出11美元 最新报价将Multi Choice的价值 定在了其当前财年预期 税折旧及贪销前利润的6倍以上 然而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以增长或扩张为主题 如雅虎美国 一名名将Natalie Green的41岁女子 因为一场关于在泰国举行婚礼的骗局 而被命令向包括唯一伴娘在内的朋友 偿还5697英镑7547美元 Green承认了她的欺诈计划 并被判处两年的监督力 她还承认通过假装组织旅行 和在班夫的一家小屋提供住宿 来形成欺诈计划 这场片里前两天才被揭露 这些故事反映了当今世界各个领域的动态和挑战 从全球股市的巨头公司增长 到跨国并购的复杂性 再到个人欺诈事件的揭露 每一个事件都揭示了在追求财富和成功的道路上 可能遇到的不同障碍和风险 这些报道不仅提供了对当前经济和社会趋势的洞察 还强调了在这个多变世界中保持警惕和智慧的重要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并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briefi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